T16 178 我是勸斷不用打了 柯文哲再度為北市科案親上火線 因為現在議會藍綠都質疑 標租T17 18給星光元秀 為何免提投資計畫 雙舟T16給金人寶 卻又給計畫全力金也差很多 那17 18因為我們當時一直沒有辦法決定說 士林北投科技研究到底要做什麼用 那這兩塊就純粹比標價 BOT跟設定地上錢他們本來就不一樣 一般來講設定地上錢是不需要去寫投資計畫書 如果議員不懂我可以原諒說 他是第一屆上任的都搞不清楚 搬出BOT當擋箭牌 還創作一屆的議員可能搞不清楚 但綠營議員林嚴峰整理時間軸 2020年柯市府第一次拜會新售 對方就建議三塊地分開招商 隔天柯市府立刻同意 隔一年二次拜會 新售又提權力金下收 柯文哲也接受 錯的是這是吳馨寅擔任新售副總 得2022登記地上權 吳馨寅同一年就逮捕為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那這個案子是不是沒有做到利益迴避 有瓜田底下的疑慮 隔壁的金人寶人家高價標道 趕快開發 那你新售都可以不作為 甚至還企圖再轉讓給別的財團 這個如意算盤會不會打得太近一點 爆出也是潛在投標人的元大元首 趕緊發聲謎 藏調從未就這個案子和柯市府有任何接觸 但現在也被議員質疑 那為何柯市府資料中會有和元大的會議記錄 是否涉及偽奏文書 也就坐實了萬切實疑柯文哲 北市柯市為了這個新售 給量申定做的一個標案 元大沒有參與的意願 那又為何會有這樣的訪談記錄 那這個部分就要請教官立即去撤他 把所有會議記錄公開 因為相關的會議差不多都是我主持的 不要每天沒事做在那弄來弄去的 16 17 18都是設定地上去 這跟BOT有什麼關係 我想柯市長一定懂 所以我們都已經啟動陣風的調查 柯市長可以chill一點 chill out 柯文哲暢走是府公開會議進入 講外安不以為意 柯文哲輕鬆點 反正現在一切都送陣風處 前後任市長的戰爭 看來還有好一陣子才會落幕 好 北市柯的爭議呢 待會兒解除北議員會告訴大家很多最新的進度 你稍微準備一下 好 上一段我們請靖言還沒有講到話 靖言如果講到國民黨總召傅昆奇這次到中國去的話 洪生漢說傅昆奇當中共資源的引路人 那剛剛帶子裡面有講到柯文哲主席嗎 柯文哲主席覺得說現在啊 中國跟國民黨之間有一種默契 他覺得這是一種詭異的時機到中國去 講起來其實蠻酸的 如果今天他跟傅昆奇一樣 可以代表整個所謂的黨團帶了那麼多民意代表去的話 他應該就不會講這樣的話了 沒錯 柯文哲你還是閉上嘴吧 如果今天是這個中共有邀請柯文哲要去的話 柯文哲一定馬上 我們也不必隨時時都反對交流 兩岸都交流有什麼不好的 民進黨逢中必分 他大概會講這樣子的話 但今天他就是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嘛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嘛 前陣子大家不要忘記柯文哲還在講說 我們本來跟大陸這邊就要常常做交流啊 這是柯文哲講的 現在就講說你看 這個時間很詭異 那你們是不是有什麼默契 要是他沒有講這句話 今天沒有人在討論他 所以柯文哲最近就在怕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現在大家在討論他 他的身上只剩下這個 弊案跟唬爛 就只剩這兩件事情 所以他就一定要引戰 然後大家才會有其他討論他的話題 不然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這個 四北科看起來爭議是這個連點 那我必須要回來講就是說 傅昆其在這個時候帶這個所謂16加1個 這個立委到大陸去 講真的我覺得沒有不能去 問題是你去了 我一直就在講說 去之前我就說你去 你會見到誰 要說什麼 那你會不會被這個扣帽子 會不會被吃豆腐 甚至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去這個配合統戰遠處的 跟你可以帶回來什麼 這個才是台灣人民最在乎的事情 那現在看得出來 包含說可能譬如說像這個 習近平跟 馬遷總統見面的時候 他已經有在講說兩岸要多交流 然後他也希望說大陸的這些 同胞可以多來台灣看看 這是習近平說的 那所以言下之意是不是有可能 接下來開放這個陸客來台灣 因為確實昨天在這個桃園機場 傅昆其他們要出 出發前的受訪 看起來現場很多這個什麼導遊啊 觀光業者在後面舉牌嘛 所以看起來以我的了解 一定私底下有先溝通過 都講好了 對可能有先溝通過就是說我們或許 接下來某一個時間點就要開放了 那傅昆其可能就是說那他就有點來 這樣子收割的意味嘛 順便展現他的拳頭嘛 16個這個立委 雖然大部分是新科等等這些 或者是你講說即便是國民黨 相對優勢選區都好 不管怎麼樣 16個委員在國民黨裡面 就算沒有半數 也已經這個大概已經 1 3 4 1了嘛 那有這樣子的情況到 中國大陸去 王滬寧見到啦 但是我講真的傅昆其 這個你要去你就是要做好 要被供給的心理準備 大家不要忘記他那天才在講嘛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再生的火烤 他都會承擔嘛 所以我就講說他這次是這個 傅金趕考嘛 傅金趕考就是這個傅昆其的傅嘛 北京的金嘛 幹這然後到這個北京去 被火烤嘛 這個叫傅金趕考嘛 就是 人家一定會這樣子罵你嘛 但問題是說好 現在看起來對於台灣這邊比較 好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好你說這個花蓮的這個 組合物要到了 那第二個如果接下來 這個 陸克開放重新來台 跟 對我們的農產品可以做解禁的話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人還是會覺得說好 至少這個是好的發展 因為民生跟經濟的議題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這個前提必須是 我們不要有任何的條件 不要說 你不承認這個一個中國原則 還是這個不跟我們常來往等等這些 我就要繼續這樣子恐嚇你 所以我覺得要釋出善意的是中共嘛 你看今天還有12架軍機 繼續在那邊挑釁我們的海峽中線 所以說這個不是 買名就是在給我們打臉嗎 那我覺得你都已經去到那邊了 有些該講的話你必須要講 不要讓中共覺得說好像我們是來配合你的演出 更不用講啦 你看這個 連名字都被唸錯 講真的 我覺得是有點 不小心 甚至是有點故意 你說王滬寧 他是這個國家級的領導人 然後你要唸傅昆琦的這個名字 你說他今天等於是代團的這個人 即便傅昆琦的名字再難唸好了 我們通常在唸這個 這個他的昆這個字 都還要再另外把他寫出來 你說把他倒過來唸這個也不太對嘛 總不可能這個傅昆琦那邊講說 把習近平叫成習遠平 對不對 然後這個王滬寧叫成王滬尾 不可能這個樣子嘛 在那邊這樣子叫 我覺得你去不了中國了 你竟然叫習遠平 糟了你 不能去就算了 但是問題是說 嚴重的辱了習近平 傅昆琦在那邊名字被叫反了 他應該也要很不高興啊 而且還不是一次還是兩次 照理說以這個中共這樣的官場 而且王滬寧長期他是負責政策 他應該是對這個文字非常斟酌 非常仔細的人 他都可以叫做這個你的名字 叫做兩次 我是覺得是有點不給你面子啊 但我覺得算了你去了就算了 沒關係 回來中共能不能夠對我們實質上釋出善意 甚至是讓利 不要讓台灣覺得說 一天到晚中共都只是拿著拳頭 想要恐嚇我們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換題目囉 好 非議員請 最近這個北市科的案子 我感覺出來民眾黨的主席 柯文哲有點跟你槓上了 是 因為很多資料都是你拿出來的 是 別人都拿不到只有你拿得到 那你拿那麼多之後 他的避案就一個一個 一直不知道被挖出來 而且你好像 還有很多新的會一直挖出來 是啊 所以柯文哲不是說公開透明嗎 他不是叫講案公開資料嗎 那我就問他 為什麼這些資料他沒有公開 號稱公開透明的柯文哲 在過去就被游淑慧曾經質問過這一題 他為什麼在他市長最後任期的時候 沒有把這些資料全部公開透明 對不對 你一直到現在被質疑之後才說 講案你把資料都要公開啦 我跟你講你不用嗆瞎 馬上就要公開了 但你經不經得起考驗 這才是一件事情 你不用去嗆瞎說要不要告減輸賠什麼 我告訴你我真經不怕火鍊 我等你啦 我不怕你 因為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是有憑有據的 蘇培議員在電視上公開講說 要嘛你告我 是嘛不要去問要不要告減蘇培 因為隨時都可以 你們在怕隨時都可以 因為這些資料全部都是公開透明的 重點是你剛剛說其實 游淑慧之前就講過 對游淑慧 其實這個案子最早 其實是游淑慧議員在柯文哲最後一個任期的最後一年就提出質疑了 而且他也跟柯文哲問過說 為什麼設定地上權的這個底價的估價 刻意把我們的價錢估低了 他是問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游淑慧其實搞錯了 他不只估低 他每一年的招標金額底價就往下嘛 你看喔 我們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別招標過三次 那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招標 三塊土地全部都是一起招標 然後第三次的時候是分開招標 但我給大家看 不管是公告地價或公告限制 這三年 最後一年的公告限制或公告地價 都高於2019年 但是你看我們的招標地價 有沒有奇怪 居然第一年是86億 第二年98億 第三年變81億 我們相較於前一年居然 少了5億耶 到底為什麼 柯文哲要不要講清楚 當所有的台北市的土地 都在往上漲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的招標底價往下降 少了5億這件事情 柯文哲沒有講清楚啊 而且我們不只底價往下降 我們連土地的使用 原本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 都設定為 智慧健康醫療的使用 第一次要30% 第二次要20% 而且還要廠商打7折耶 第三次全部都不用了 底價往下 而且我們的使用設定 還都取消 T16要設定 要有這個投資計劃書 T17居然 T18 完全都不用 到底為什麼 所以柯文哲 應該要告訴大家 誰讓這個 底價往下降 應該要講清楚 誰讓 要求 把這個土地 分開招標 他應該講清楚 第三個 誰 讓T17 T18 免投資計劃書 就可以決標 單單價格就可以決標 柯文哲要講清楚啊 但柯文哲現在有沒有講清楚 完全沒有講清楚嘛 為什麼在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這三塊土地 後來三塊 分開招標的時候 T16 底價45億 標了多少錢 標了81億 人保得標 但T17 T18 底價 一個是21億 一個是14億 兩個土地 只隔一條路 只差2000平 人保 花81億 標50年 然後T17 T18 新售得標 只要花44億 你想這個 合理嗎 完全是不合理啊 所以 柯文哲要講清楚 說明白 大家等了好久 結果柯文哲 昨天出來之後 他講什麼 他講說 議員不懂啦 這個設定地上權呢 跟BOT案不一樣啦 BOT案要投資計劃書 設定地上權 不用投資計劃書 可是 當時2019年 跟2020年 在投標的時候 不是都要投資計劃書嗎 是你2021年 才免除了T17 T18嘛 連T16都還要嘛 一樣的土地招標 只有隔一條馬路 有人要投資計劃書 有人不用 到底為什麼 這也導致為什麼 T16 現在已經努力的在蓋了 T17 T18還放在那邊養草 為什麼養草 Grace說 因為小草 所以你現在在營造 為什麼標了 給這麼好的 小草 為什麼連碰都不碰 我告訴你 因為他不用急 他才標44億 隔壁那個潘子 可以81億 他的相簿不夠高 是嘛 所以不急嘛 所以柯文哲要講清楚 說明白 結果今天 快當時就對了 是 結果今天黃珊珊出來之後 提供了一個公告 說把這一個底價的公告 公告出來 這公告早就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要問的是誰拍定讓他往下的 誰拍定讓他不用投資計畫書 而且把所有的土地設定拿掉的 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2019年跟2020年都是三塊合併招標 2021年是分開招標 應該被視為一個新的投資案 應該從第一次開始 但你知道嗎 他說因為是第三次 所以新售T17 T18 就算只有新售一加來投標 我都算 因為已經三次流標 因為前面兩次流標 第三次不用有加速的限制 這不是很詭異嗎 這讓人家都覺得很有問題 那客戶他們就講說 沒辦法啦 就是之前2019年2020年的時候 兩次流標 所以我們就去訪問了潛在投資人 潛在投資人就有 壽險業建設業跟科技業 那壽險業問了誰 我們就進一步的去問 結果只問了誰 壽險業總共潛在投資各務 台北市政府去問了14家 這些都是有可能來投標的 對 去問了14家 但第一個壽險業 居然只問了星光跟元大 星光很巧 剛好就是柯文哲的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的關係企業 2019年的時候 吳欣營還是新售公司的總經理 當然會讓人家詬病 元大人壽的部分是誰 元大人壽之前的外孫 就是柯文哲辦公室的實習生 之前還嗆過記者說 You miss a wrong guy 我有資源 我有人脈 我要搞死你 有沒有 柯文哲還為了那個 實習生還出來道歉 說被安排進軍的那個實習生 就是來自於這裡 是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看他這個是第二次流標之後 也就是2020年之後 他去流標之後 他去訪問的潛在投資人 就只有訪問這個 我們的壽險公司 台灣壽險公司 那麼多家 對 那麼多間 而且比這兩間大有誰 國泰不是很大 然後南三不是很大 為什麼都沒有被訪問 還有富邦啊 我們自己是股東 台北市自己是股東的富邦啊 為什麼都沒有訪問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針對這一些事情要講清楚 說明白 結果他那一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跟元大 不知道幾百年沒見面 然後幾百年沒見面 他的外孫還在你辦公室 當時犧牲嘛 第二個是說 其實我覺得很訝異的是 許淑華議員今天公布 禮拜五公布 說元大有一個聲明 說元大從未救 該案 也就是市北科的這個案子 跟柯文哲或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接觸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事關重大 如果真的元大沒有接觸 那我要問 這個投資潛在人名單 把元大放進去 到底是誰在說謊 是台北市政府作假 而且這個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在的台北市政府作假 還是元大說謊 因為我們不只有這個名單 我們還有跟元大開會的會議記錄 因為109年12月16號下午2點 在台北市政府的11樓的簡報室 我們的林副秘書長跟元大建設 元大人壽保險公司有開會 而且元大還給了一堆的建議 如果元大說我們不曾跟柯文哲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就市北科這一件事情 做接觸的話 那這一份紀錄是假的囉 這一份紀錄是假的囉 我們的潛在投資人 可能只問了 保守險業只問了星光人獸 所以這一件事情到底是誰在說謊 柯文哲不要再就公開的資料上面 你應該就這一些細則講清楚說明白 我覺得這才能夠釐清 另外就是說柯文哲現在真的是心虛了 就是說他現在就是嗆說要告議員 尤其要告我認為為什麼 因為不管是市北科 或者是等一下我們會談到了金華城 這兩個案子 其實議會都已經組成了調閱小組 在這個調閱小組的調閱資料過程當中 所有柯文哲在任內做的所有的決策 全部都會公開 我認為他已經心虛了 所以他用提告的方式來警告所有的議員 來讓所有議員閉嘴 但我認為不管台北市 不管是藍或綠的議員 都不會因為柯文哲的恐嚇而閉嘴 所以市北科市姐蘇培議員 現在在極力的追查當中 聽說金華城的案子 現在變成是Grace在進行主導是不是 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我不想被告 所以剛剛蘇培姐姐有說他主導 可是你金華城你很了解不是嗎 我在這裡要跟柯文哲說 要拿出Guts來 剪蘇培正在火烤你 趕快告他 幹嘛這樣 Grace你真的是 重點來了 最近 Grace相信他 他都是有憑有據 他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如果柯文哲這次沒告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是怪怪的 因為他平常都直接說 如果哪個媒體人在講我也告 誰講我就告 結果這一次 王毅川也沒被告 剪蘇培就好像嘴巴縮縮而已 我有講嗎 你沒有 我沒有 重點來了 柯文哲最近很忙 他忙著什麼你知道嗎 他忙著要去演舞台劇 聽說中南部的票房不太好 我幫他宣傳一下 小草趕快網路去購票 不然都還有七成的票 他演什麼戲碼 我跟你講 他有一個戲碼 很適合他現在的心情 就是把壞名通通丟掉 所以他現在很想要把 北市科跟金華城的案子 都丟掉 不然就很麻煩 金華城又有什麼新的進度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他演這個舞台劇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你知道 是 偽老是都更 偽老建築 那我剛好 看到他的這個記者會 我就 良心發現說 不對啊 那台北市有一塊很重要 就是都市更新計畫 那就是金華城啊 其實金華城檢調已經在查了 因為這個案子實在是太奇怪了 首先我就問柯文哲三個 很簡單的 問題 就是你可以很chill 很chill的回答我就好 第一個 金華城到底 他是不是有 為了人民福祉 符合都市更新 這個題目是非常的簡單又容易 外傳 就是為了要讓豪宅炒地皮 對那個外傳嘛 但是有趣的是 法源依據到底在哪裡 因為洪三三很懂法律嘛 他都說解蘇培 你們這些議員什麼都不懂 那我問 法源依據是在哪裡 而且其實在這個都委會裡面的委員啊 他直接就講了 他認為你們簡直就是 一昧的只想要爭取容積而已 為什麼 所有人都感覺 很多人沒有所有 很多人都感覺說 你明明就是在做新建案 這新的建案 你就是蓋豪宅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可以用 所謂的都市計畫法第24條 來爭取容積 而不合適 對這不合適嘛 那如果不合適 我看柯文哲直走 左轉 敲門找黃國昌 來討論一下 第二個 金華城為什麼沒有提出所謂 配合當地的這個區域發展計畫 因為內政部其實有規定 你要提出區域發展計畫 原因是什麼 大家如果知道金華城這個地方 它隔著這個市民大道 斜對面嘛 那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台北市 最後一塊 最完整的文化跟文創的基地 大家都知道嘛 那你金華城 如果是為了公益性質提出 都更申請的話 你應該要有這個區域發展的計畫書 所以你發現喔 我們這個柯P 柯文哲Professor 這個教授很特別 你跟他感情比較好的話 你計畫書都不用提 就像是剛剛大家在討論的 那個北市科的案子啊 你看T16要計畫書 T17 18不用欸 對不對 所以這就讓人家覺得大小眼確實也是啦 別人都需要提計畫書 他沒有 第三個問題我覺得很嚴重 今天柯文哲都在跟大家警告什麼 他說 李四川 你也是老公務員 他講李四川老 李四川 你也是老公務員 你們也有很多公務員都在辦公室 也都有經過這個案子啊 你們現在 是不是在為難公務員 欸我聽不懂欸 我們簡書培只想為難一個人 就叫柯文哲 啊怎麼會把公務員都想要拖下水 所以喔重點是什麼 其實都委會 早就已經在會議的過程中 都已經說過囉 可不可以麻煩市政府提出法員依據 並且要請法制單位來說明 欸 居然完全都沒有請過法制相關的人員 列席說明 然後就這樣過了 柯文哲居然就這樣過了 那我就問你 你是把都委會的這些委員的話 當空氣 所以我告訴你 只要這些公務員良心發現 現在檢調都在調查 如果柯文哲 你真的是這樣子這樣放水 我覺得真的不妥當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很多人在想說這個是T16 這邊是T17 T18 我跟你講他只差一條道路 現在有空拍圖去拍 金人寶已經趕快動工了 因為他們花很多錢趕快動工 要等誰啦 對 重點你知道 T16跟T17跟T18的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 一個比較貴的一個比較便宜 除了這個之外 一個有必案一個沒必案 我告訴你 T17跟T18 那個草都長得非常的高 你又在呼喚小草 所以有人就說這就是羊草煉金術 小草的家 羊草煉金術 小草沒有炸 他完全不用開發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再轉賣 就賺錢嘛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 你真的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要告就趕快去告 余將軍 剛剛你在這兩位女戰將的身邊 其實我們都知道包括北市科 包括金華這個案子下個禮拜會繼續 當然 那您從裡面看到什麼蛛絲馬跡 我再次講一下 一直包含了黃珊珊 包含柯文哲講說 菜鳥議員你搞不清楚什麼叫權力金 什麼叫地上的合約 就是不懂才要問 柯文哲你懂嗎 要問清楚不是嗎 議員都懂議員就當市長 這是監督的概念不是嗎 議員不懂就要問 議員不清楚就要問 議員覺得有可疑就要問 這不就是議員嗎 所以怎麼會說 你們都不懂 那我講權力金 你認為那個權力金 訂多少錢 一瓶訂多少錢 是隨便訂嗎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啊 T16 17 18 3塊地 沒有人在說16有問題 那金人寶租的案規定 送計畫 在你這個權力金的 這個range裡面去標的 五十幾萬一瓶 那為什麼 17 18這麼好標 差這麼多 對 按照尤俗會講說 差了快20萬 一瓶差了快20萬 那這下來上億啊 對 對不對 那我講請問 要請問一下當時的 因為我們就不懂 我們就不懂才要問 請問一下柯市長 當時為什麼 17 18 你訂的權力金 跟16差這麼多 原因何在 那這是專家 你所有的權力金 不是我講的算 專家依據當地的 當地的這些房地的價值 附近的這些商店的 這些狀況 還有工業地 或者是商業地 或者是你是要科技 園區用地 他經過大家 平定出來之後 開會決定 我們是在50萬到60萬之間 訂出來了 然後你市長才會去 我們要怎麼訂 你一下子從50幾萬 碰 變20幾萬 30幾萬 變30幾萬 這是怎麼回事 你要說明啊 你有說明的義務啊 其實柯文哲也不用說明 也不用說明 只要講萬安願意就好 講萬安去把這整個計畫 這麼大的公文封 大家說不會啊 那個公文才十幾張 我告訴大家公務員 有一個 我當過公務員 我很清楚 公務員有個 自保的一個 PETBO 所有長官 我從我簽的第一份公文 可能只有三張 簽上去 你認為這個公文簽上去 長官一次就過了嗎 我告訴你 從科長 到處長 到局長 到副市長 每個人退兩次 就這麼厚 就這麼厚 那麼每個人都有指導 我以前的做法是 全部保留 因為你當時有退哦 對 我的第一份公文 簽上去怎麼樣 不是我的問題哦 對 我把全部結束以後 可能本來三張四張 整份的過程 可能一百多張 然後我歸檔 我會從第一頁 開始編號 12345 编到110 然後壓起來 蓋其縫章 放到公文封裡面 送到文卷市 那是公務員的自保 自保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口說無憑 公文又不能帶回家 怎麼辦 全部密封 蓋印 然後送到文卷市 文卷市以後 對不對 你要看這一個 密封的公文 只有一件事 當時核定長官 是誰把他密封的 那個長官才能解封 台北市最大的是誰 就市長嗎 所以市長有權力 解封台北市 任何一個公文封 任何一個 你是絕對經濟朋友 機密都可以 市長都可以解封 只要市長同意 我告訴你 就把北市科 不管有幾包 全部解封 讓議員去查 為什麼議員要查 不懂啊 我們笨啊 我們不了解啊 我們要學習啊 我們要監督啊 把那公文封全部拿出來 我告訴你 幾十個公文袋 裡面每個幾百張 一張一張看 都不要解釋 哪一個官說了什麼 哪一個官指導了什麼 為什麼會訂到50萬 最後變成30幾萬 誰都跑不掉 所以為什麼黃三三又說 各位 這不是柯文哲 一個人決定的 這是一群人決定的 就是說你們小心 這個公文封打開之後 誰也不要跑 所以你還是不要被打開好了 因為裡面的問題 可能全部都牽連出來 像肉葬拐一樣 對 沒關係 簡素培議員的毅力 會持續的調查下去的 稍後回來 要請一川兄講講黃國昌 為什麼在立法院當中 會對范雲咆哮說 我有欠你 好 今天節目到現在這邊 到十點為止 我們兩個重點 一個是黃國昌 一個是徐曉欣 剛剛于將軍下了一個 非常好的註解 他就說 黃國昌是用咆哮的 徐曉欣是用爆料的 我們先把黃國昌 端上來好不好 美玉姐 這一次可不可以來 你幫我們回顧一下 為什麼昨天 整個立法院當中的版面 都出現在黃國昌罵范雲 你在那邊叫什麼叫 不是啊 我覺得很恐怖 你學得很好 我沒有欠你 我沒有欠你 我 可是我覺得 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我 我 我有欠你啊 這個更像 這個更像 你在那邊叫 叫什麼叫 好像 你不記得 你的臉沒有紅 你的臉整個臟紅 文瑤 大家冷靜 大家冷靜 我們的這個電視 還是富有教育意義 你可以想像 就是說 我覺得有一個網友 講得非常好 他說如果你是支持黃國昌的 那我祝福你外來的同事 旁邊全部 你們所有同事 都是黃國昌 譬如說 這個文瑤 我請你 幫你去印印印 對不對 然後你要是 要是我說 你要去印印印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印一下呢 我是有勸你哦 國昌啊 這樣不好 容易腦中風哦 你叫什麼叫啊 不好 我身體健康比較重要哦 你那麼老了 你注意一下禮貌好不好 你息怒 你息怒 不好 不是啊 你可以想見 如果你旁邊的同事 都是屬於黃國昌 那我會離他很遠 對啊 那你辦公室會 你會覺得會有這種 情緒障礙的人嗎 真的不好啊 那說實在 立委 大家都是同事 而且基本上 每天都要見面的 如果說你的法案是可以理性溝通的 結果你只要稍微去跟他講一下 叫什麼叫 我不要再學了 因為我覺得這是真是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擔心我小孩看到這一趴 回去要是我教他寫功課 他要是嗆著我說你叫什麼叫 哇我真的 不要給孩子做壞的時段 我說我們這個時段 還是這個家庭和樂富有教育意 這所以為什麼就會說 這是一個負面教材 好那回過頭來 那你說到底黃國昌 為什麼要那麼生氣 其實我真的講完之後 大家是真的完全不能理解 第一個范雲說他不會沒事 去自討沒趣跑去找黃國昌 去說拜託你來支持我 反正 跟你講前因後果根本不是這樣 話說要回到禮拜四的這個思維會 那那個范雲他 因為他 他也是那個性騷擾的那個被害者 大家還記得那個陳雪生那個案子 對不對 所以他提出了這種所謂的性騷擾案 他認為說這個也要規範到立委 因為按照現行的這個立院的這個法規 是沒有包含立委 這個就是說如果你被性騷的話 那所以他認為說法規要完備 也要把立委給放進來 好 那姑且不論就是說 這個法案到底最後還是沒過 我們因為國民黨就是看到 民進黨就逢案必反 重點來了 重點是黃國昌在當天禮拜四的時候 他發言的時候是支持這個法案 就是性評券案 對他也是支持的 那支持的時候呢 那到禮拜五這個法案呢 就是要也就是二讀了嘛 就是禁服二讀 因為國民黨就當時在這個程序 就是把它封殺 就直接禁服二讀 那後來那個黃國昌就坐在那邊啊 坐在那邊人來了 一樣還是棄權啊 就不投票啊 所以范雲才跑到旁邊去 他只是說 而且沈柏洋是可以作證 他說奇怪 禮拜四你不是 我看你的意思是有支持這個法案啊 那為什麼這個法案你是按 這個棄權呢 人家是好聲好氣的問他 所以他才講說 你叫什麼叫 我是有勸你喔 這樣不是你 你這樣回過頭來 他范雲是說你禮拜四 我看你的發言 你是支持這個法案 而且范雲還坐在旁 跟旁邊坐在旁邊的沈柏洋講說 他好高興喔 他說那個 他看黃國昌是會支持那個法案 沈柏洋還說 是喔 這樣 對 所以他們兩個當時是認為說 黃國昌是支持那個法案的 到禮拜五 你怎麼又坐在那邊了 又這邊 又來了 又跟年改覆議案一樣 你說他贊成 他也沒贊成 反對 他也沒反對 棄權 然後我有來喔 所以你到底在搞什麼 所以整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那說實在的啦 我不知道說黃國昌 為什麼只是范雲 是稍微問你一下 你就要整個大炮燃起來 為什麼 那當然有人回過頭來啦 是說范雲在前幾天 有曾經寫過一個批評黃國昌的話 是講說身為曾經協助 協助你參選台大學生會會長 為你助選的台大學姐流 他覺得是說范雲 好像就是老師 歐羅維斯是以那個什麼 台大的學姐的身份 然後就跟去壓他 所以他才覺得說 我是有欠你 還是怎麼樣的 可是我覺得是一碼歸一碼啦 那好 那黃國昌 你既然這麼生氣 你說我們也有提 我們民眾黨有自己的提案啊 也可以提臨時動議啊 重點是你也沒有啊 你也沒有啊 那如果說你有別的提案 你有臨時動議 你也沒有 這是第二個嘛 第三個 我還是覺得說 民眾黨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真的覺得說 他們非常對不起喔 投給他們的這三百多萬票 因為他們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你反對 你要贊成的話 你可以說你贊成的理由 你反對 你可以說你反對的理由 你為什麼反對這個姓平專案 你可以講啊 可是他沒有 偏偏你每次都是棄權 你就是坐在那裡 然後都不表態 那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們選了這個巴西的 這個廢票啊 真的是廢票聯盟 而且你不要再講說 你們不是這個藍的 富水組織 奇異博士 或者是複聯會 你就是 因為當你們投棄權的結果 全部的結果 通通都是導向國民黨 國民黨想要幹什麼 就幹什麼 所以我今天一開始我才講說 造就了富昆奇他非常得意 你看 我不但有52加2席 而且還有這8席都是聽我的 雖然他們今天都是 完全不表態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 真的是比國民黨還要差 你知道嗎 國民黨 雖然這邊封殺 怎麼樣 可是 可是他可以講理由 可是民眾黨是完全不講理由的 就像一個選出 8個透明人 坐在那裡 然後 有來 可是 就是坐在那邊完全不表態 我不覺得 我覺得那時候你這樣要怎麼跟選民交代 大哥 民運姐給我感受是 是一個非常有正義感的政治記者 你民眾黨根本就是廢票聯盟 躲在那邊像透明人一樣 根本選你們一點意義都沒有 坐在那裡有四種選擇 投贊成 投反對 還其實有一個按鈕叫棄權 他們是連棄權那個鈕都不按 都不敢按 那就是8個人坐在那裡 這個范允的位置 離這一個黃國昌的位置 中間只隔4個人 意思是說投票 投了范允是站起來 走過黃國昌的旁邊 跟問說 你為什麼不投票 如果你跟范允講過話的人 你就知道 范允講話是很小聲 很溫柔啦 溫溫柔柔 就學者這樣 像老師一樣 表次很清楚 然後呢 我們在場沒有一個人 講話比他小聲 你就瞎瞎瞎又那種感覺 對 沒有錯 所以黃國昌 黃國昌罵他幹嘛 范允不會去那裡嗆人的 范允不是最簡蘇培 又得罪人 講話比較大聲 沒有啦 簡蘇培是得理 才會堅持 明明跟你講話很溫柔 我有欠你 再小聲一點點 我有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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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連這樣都有溫柔 可是這樣很溫柔 可是這樣子有點計車 他還是很溫柔 我說范允講話就是 他不會去跟他搶 對啦 所以他是去問黃國昌說 你昨天明明在委員會的時候是支持他 你今天為什麼要這樣子 要問一下 那黃國昌整個狂起來 其實這個 就是說在立法院裡頭 大家都是同事 而且這個案子並沒有劍拔奴章 這案子你如果說是贊成反對那種劍拔奴章 不會 這個案子也沒有什麼劍拔奴章 這個案子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要把它抽出來惡毒 就這樣而已 那民眾黨當然有他的這個投票的策略 他沒有贊成 他不贊成也不反對也不計全 他也沒有說他不贊成也沒有說他不反對也沒有說他不計全 反正他就是有跟沒有總共八種組合他都可以講 可是各位知道就是說黃國昌這個表現外界怎麼解讀 黃國昌是民眾黨不分區的第一名 三百多萬票投給黃國昌 各位要記得這個數字 他們有三百多萬票投給黃國昌 所以黃國昌代表三百多萬個小草 這三百多萬個小草在職場上 跟同事的對話是這種邏輯 我再講一遍 三百多萬個小草未來在職場上 跟同事講話是這種邏輯 第二個黃國昌是一個男性 在看他裡面跟女性講話是這種邏輯 代表三百萬的小草 在性別上在這種在在異常裡頭 對方也沒有大小聲啊 你怕下去的是大小聲 要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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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啊 那你怎麼可以對一個女性立委 他會嚇到你知道嗎 會嚇到 因為黃國昌其實身高一百八 這個范園老師應該大概一百六 一百六左右 那個你看他們兩個人的身高 然後黃國昌講話的那種樣子 然後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就是男女之間講話的那個距離啊 我那個是很有壓迫感 就我們一般男生跟女生講話 並不會沒有靠得那麼近 這一定保持一個距離 可是他的距離很近 很近很大聲 范園也插一顆 你看那個范園跟他講完話之後 走回來的時候 范園是一副 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其實假的就是說 整個對這個黃國昌來說 他這樣的一個表現 他應該是我覺得 他應該是情緒失控 情緒失控 然後呢也不在他的預期之內 然後他也沒想到范園會過來 問他這個問題 賢小當生氣 賢小當生氣 各位小草們你要看清楚 三百多萬個小草 你們難道就是黃國昌代表你們嗎 三百多萬個小草 就跟黃國昌的表現一樣嗎 這些小草們以後在職場上 跟同事講話就是這樣 大小聲 然後在男生跟女生講話 這麼大聲 這個是 這個是社會比較沒辦法接受 說你如果要玩假 男生對男生 男生對男生 玩假 這個都OK 那個男生跟女生這樣 大聲罵 我到底有多大的這種血海深仇 我是真的無法理解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最近呢 深陷她是不是有幫婆婆 喬北賦淫抄待的案子 還有包括她跟詐騙集團的距離有多近 其實最新的消息是 婆婆有發出聲明喔 在亂講她會提告的 不過最近這一來看到 這個徐曉星也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說她其實並不如大家想說的那個樣子 這是民意解采委 待會兒告訴大家 她以前長這個樣子 其中到底有什麼樣過往的故事 我們稍後回來 針對於國民黨立委徐曉星 到底有人幫婆婆喬北賦淫的貸款 進行抄貸 當然這是北賦淫的聲明 然後說我們銀行業受高度監管 內部作業局依照 意思是說沒有啦 那她的婆婆在今天也發了聲明說 如果你們再繼續亂講的話 她一定是提告 民意姐我知道今天這場所有的來賓 找到了很多的證據 其實都不怕她用這個方式來恐嚇的 好沒關係沒關係 那你通通都沒有違法 你都沒有違法 我先講啦 北賦淫的那個聲明 她就是說 她沒有超代 沒有官說 沒有例外處理的狀況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 徐曉星的婆婆講新詞呢 就說 就說誰在講說她一屋三代 或是有超代 她就要提告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呢 我們就說 好 你們都對 那如果這樣都對的話呢 那大家一起來 怎麼來呢 我們現在不要講她超代 講超代會被告 我們講她多代 多代 所以按照那個林楚音委員的說法呢 那既然北賦淫都沒有事了嘛 那所以我們大家都可以去跟多代 所以現在有一個順口六 叫做 富貴要人幫啊 多代找富幫啊 一起來 然後 我現在都幫她想好了 徐曉星 你可以去代言叫做 安心代 心就是那個 一個草頭的那個心 徐曉星的心 安心代 安心代有什麼好處呢 就不但你可以多代 還可以一屋三代 另外還可以快速撥款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你看 我怎麼覺得 明玉姐有拿富邦的代言費 沒有 沒有啊 不是啊 因為現在講會被告啊 而且那個富邦都已經發聲明了 所以我們今天幫她 等一下 富邦會發一個聲明說 我們有超代嗎 多代 不是我說 我說富邦會發一個聲明說 我有超代來 金管會趕快來 富邦一定發一個說他沒有 所以網路上 大家都說 那你富邦的聲明根本就是騙笑 因為第一個你沒有第三方的這個檢視嘛 那你自己就說 我沒有多代 我也沒有超代啊 廢話 你銀行會說 對我就是多代 所以一方民就不會相信啊 就不會相信啊 那如果你不會相信 那事實證明就在這邊嘛 因為她的婆婆確實 那個她旁邊的就是說跟她一起一樣的 同樣的這個地址 同樣的那個路段啊 同樣的那個房型啊 基本上她那個最高最高是 你今年的時價登陸好了 是1100啦 可是你要知道她不是今年嘛 她是前兩年嘛 那你前兩年的話 她的那個 反而時價登陸是更低的 甚至有到800萬的 那所以好就算你最高1100好了 那你怎麼還是會帶到1450呢 1100這到底講應該八成800而已 對啦那你900 800900嘛 就會到1450 所以她基本上已經是多代了400萬 那這個是事實啊 那事實那你既然富邦說 你沒有你沒有這個多代 那大家一起來嘛對不對 那好我可能明天放假啦 我可能我禮拜一 我如果要貸款的話我也可以啊 那萬一大家都來的話 那我就說為什麼 而且蔣新池那個房子是在屏東 在屏東 你屏東都可以這樣幹 那為什麼我台北不能這樣幹呢 所以你富邦你開了這樣子的例子 你一直說你都沒有事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比照嘛 這是我覺得這是非常 就是說齒例一開啦 這是真恐怖 好那今天其實坦白講啦 許曉鑫這個部分喔 連Grace殺手箭床 那個床墊都搬出來了 我們真的也沒辦法再超越Grace 而且我很佩服她耶 只有Grace 她自己拿著扛墊到友台去耶 這個只有Grace可以超越Grace 相歸的床被很多人睡過 哎呀 所以那個是你的床 你自己的床墊 她自己的床墊 我好佩服這個這麼正正的來賓 我先把這個講完 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大家以為這個話題 Grace已經創到了最高峰 應該也就沒有辦法超越她了 那說實在 許曉鑫你就不要再回應就好了 可是她今天真的又不甘願 她又發了臉書了 而且還po了她可愛的照片 第一個呢 她這個臉書呢 是要證明說 她家啊 就是說真的一瓶是可以塞得下的 因為一瓶呢是180乘以180 那她這張床呢 她說她這張床是150乘以180 所以呢她還可以多50公分 有多50公分的空間 可以去擺櫃子 對 所以她就是擺了這張的床 這個床上面要擺櫃子 這什麼邏輯 不是 她說因為她 大家笑她嘛 因為你的那個床墊啊 你去看Grace那個影片 她那個床墊擺下去 就整個佔滿了 你不可能再擺櫃子的 所以她今天po這個照片 要來證實說 她這個床是150乘以180 所以還有空間可以擺櫃子 她要持續告訴你們 我其實有知道你們在說我 對啦 那我是這個狀況 可是徐曉欣可以知道 自己小時候的床是150乘180 可是不知道徐曉欣的婆婆 是怎麼樣 她只講房間 不覺得很離譜 她家的早餐店的後面 不是只有房間 下一張就知道答案了 那再來 再來啦 這個其實那個 很多支持徐曉欣的網友 已經幫她打了預防針了 就說 因為她這個擺她彈鋼琴的這個畫面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嗆說 我知道啦 你們這個綠營的啦 你們1450又要講說 不是很窮嗎 很窮怎麼可以學鋼琴嗎 對沒錯 我就是要質疑你 你不是說你很窮嗎 很窮怎麼還可以學鋼琴呢 好 那徐曉欣就說這個鋼琴的是什麼二手 是人家送她的 問題是你這個 你看她這個樣子其實還算蠻專業 因為我也是學鋼琴的 所以學鋼琴不便宜 不便宜 所以說 那當然你不是說你很窮嗎 那你很窮 你還可以這個學鋼琴 沒有啊 她說我們早餐店一天一夜兩萬不是嗎 這個好 最後我要講的是這個 就基本上她早餐店的那個人設 已經被她翻掉了 一開始沒錢 然後現在後來又有錢 那最近呢 又開始進入沒錢的連續劇了 好 她說她一天兩萬 是因為有一年的這個大年初一 因為全部的店 通都休息 附近所有店都休息 就只有他們家有開 那所以她從那一天的四點鐘 一路幫她媽媽住 到下午一點 然後後來她在算錢的時候 真的算這個銅板有兩萬塊 那說實在的 我看這個故事 我是覺得說 那她就是一個唬爛人格 你就是只拿大 你就是只拿你們這個可能 20年來的唯一的一天有賺到兩萬 你就說你們家就是說 每天的營業額都兩萬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她的這個從小唬爛的人格 一直到長大 她常常看到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就說 你看 就鄭文燦 跟這個什麼詐騙集團 就是你是不是 詐騙集團有掛鉤 陳時中怎樣 牽手怎樣 她就是很容易用一件事情 然後就唬爛這件事情 所以嘛 所以我就認為說 你看你其實你只有大年初一 就算他假設他講的是真的 好那事實上 你只有大年初一 那一天你的營業額有兩萬 其他天你根本就沒有 這麼好康的事情 因為說實在真的 其他店都沒有開 那好 那就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整篇 就又開始製造大家討論的話題 跟這個空間了 許曉欣的連續劇繼續 好 剛才明依姐 有把許曉欣播這個小照片出來 大家質疑說 你不是公平道景散 事實上當時是學鋼琴的 出門員補了一槍 她說 你為什麼只是公布照片 大家的問題 其實想了解的是 你到底回到事情的本身 有沒有跟金錢有關係 這個金錢 第一個是跟詐騙集團的距離 第二個是在北富營當中 到底多代超代的時期是什麼 是啊 因為許曉欣一天裝窮 然後一天炫富 說自己月入這個兩萬 真的把大家搞得精神錯亂 可是我覺得他是刻意的 所以他今天自己在臉書上面 又公布了他的小時候 什麼的照片 包含床的大小 包含自己在彈鋼琴 都要再一次的證實說 他自己小時候 真的是住在早餐店之後 但這件事情是重點 你如果可以公布 你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而且知道自己小時候 睡的那一個床的大小 你為什麼不能去問問你的婆婆 你到底跟北富邦 到底貸款了多少錢 而且你的房子的建價在兩年前 到底他的市值是多少 然後為什麼可以一屋三代 然後他的這個設定抵押的時間 可以在短短的兩個月內 可以撥款三次 可以貸款三次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因為這裡面到底你有沒有 透過你自己議員的職權 去協助你婆婆 來帶這個金流 你完全不講 我覺得是 因為重點是公布這個照片 這一件事情 是他個人的人設 是影響到他的人設 那對他的選民來講沒有差 許曉欣反正我就喜歡他 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為什麼不敢去公布金流 因為公布金流 會有愛到他的選票 因為第一個 如果他真的涉嫌去協助 或者是他的婆婆的這個貸款 真的有流到這個所謂的詐騙集團 或者是他的一百萬 有流到協助這個詐騙集團的 這個洗錢的話 會影響到他 所以你看喔 他放棄的解釋一百萬 他放棄的解釋他婆婆的貸款 他一直公布 把他的小時候的照片丟出來 為什麼 因為要讓大家轉移交點 模糊視聽嘛 因為就會有GLASS 拿一個強電出來 讓他睡在那上面嘛 然後創造高收視 讓大家討論這個 對許小新沒有傷 但如果讓大家去繼續討論貸款 繼續討論他一百萬的金流 他會解釋不清楚 因為他會跟這個詐騙集團 繼續趕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整個操作 都是刻意的嘛 好聰明叫移轉交代 厲害 厲害 其實問題最大是 是錢的問題啦 因為政治人物錢的進出 必須要搞得很清楚 我們選舉的人 每一筆錢報監察院進出 其實都很清楚 那麼如果你搞不清楚 就是誠信問題啦 那另外說 北富邦說 沒有 沒問題 一切合法 我記得我以前帶過一個阿兵哥 他來到裡面 他有錢科你知道嗎 看起來老老實實 為什麼錢科咧 我說兄弟你犯什麼錯 他說 報告長官 我跟你講 我真的被人家騙了 我說你被騙還有錢科 他說因為有一次他在當鋪裡面 他是負責清潔的 後來就看到有一個人進來 手錶脫下來 他有假 一百萬 老闆就給他一百萬 他說他看那個老闆 這錶可以拿一百萬 他也搞不清楚 你知道他就一樣畫葫蘆 拿一支錶 老闆一百萬 後來就被警察抓了 你這個爛錶賣衣要恐嚇一百萬 他說剛才那個人不是 不要講 那個人不能說 有些人不能講 有些人就被抓 所以我才講 徐曉昕目前他在小時候的事情 彈舊鋼琴 睡一百五層一百八的床 他記得清清楚楚 我最近有一些選民來跟我說 他說 逸永跟你講 我現在很奇怪 我三十年前的事都不會忘記 昨天吃什麼就忘 就是以前的事忘不掉 今天的事記不起來 要去吃一點銀杏 我說要去吃一點銀杏 怎麼會記不起來呢 你以前小時候睡這麼小的床 你都記得起來 你彈的鋼琴是二手的 你都記得起來 你居然記不起來 婆婆什麼時候去 跟北富邦借錢 記不起來 那五十加五十一百萬 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記不起來呢 這種事要記得很清楚啊 我告訴大家 鋼琴很少有人會買新的 我女兒小時候 看到同學都學鋼琴 他說我也要鋼琴 我真的去幫我女兒買一台鋼琴 我的烤雞獎金五萬塊 你知道嗎 買了鋼琴多久 幾來萬吧 二十二年的鋼琴 我買回來五萬塊 所以我女兒覺得是新的啊 因為看起來跟新的一樣 所以說徐曉星都能記得說 她那個鋼琴是買二手的 到現在我女兒都不知道 我那鋼琴是二手的 因為很新嘛 所以我才講 很多事情 不需要把以前的事拿出來挖 那是你媽媽對你的疼愛 那是家人的辛苦 然後早餐店一天賺兩萬塊錢 那是那一天的奇蹟 不能把奇蹟當常態 你知道嗎 我們去 我們帶部隊去演習 你知道 突然間今天打滿把 就跟他說 報長官我是神槍手 為什麼 我打滿把 什麼時候 就那一天 千石地利人和 風向 所有的彈藥到定位 所有打滿把 你可以說我天天打滿把 我是神槍手嗎 所以我講 如果你有這種個性 選民會檢視 他講的一切都不是真 不是真實的 他講的一切 叫做那天的那個點 所以我講 你講話如此 那你對選民的服務 是不是也如此呢 所以這對徐老闆 傷不傷 我覺得鐵籃不傷 中間選民很傷 稍微回來繼續 Grace今天徐小卿播的照片 他打臉你說 你拿的床的size 跟他的真正的size 不一樣喔 然後又輪來一個照片 說他有學鋼琴 我跟你講 你明天 禮拜一 把鋼琴搬到我們現場來 哇塞 很重啦 紙紮的好了 我跟你講 紙紮的 我喔 已經創造了這個政壇 政論界的高峰了 我就停在這 許小卿 你在搬什麼出來 我不會跟你搬了 我哪有越來越重的 還安琴欸 沒有有紙紮的沒關係 我覺得許小卿跟黃國昌 兩個有個共同點 我們有人說黃國昌是奇異博士 不是 黃國昌是這樣 遠看 喔遠看 歌旗啦 很大隻啊 歌旗啦 靜看 騎娃娃 喔 一直在叫 喔 然後許小卿也是 臉書一直寫 一直發 但是你們都不回到本案討論 欸其實在許小卿從這個喔 那個這個 有窮不窮窮 床單單 雙人床 然後有鋼琴 這過程中 其實還發生了一些問題啊 譬如說 她這個先生的姐姐她們家 她這個請的律師 是詐騙 叫大家詐騙的律師欸 那還有一些事情 都在這過程中 其實如果大家有去看新聞 有非常多的移動 她就是故意 我覺得是故意的 她是故意想要把它蓋掉 蓋掉 蓋掉 你以為許小卿有這麼笨嗎 一直在揭露自己 家裡怎麼樣又怎麼樣 跟我們玩遊戲 我覺得那是她的計謀 因為她這樣做 你就會覺得我剛剛說嘛 近看像奇娃娃 你看她這幾天喔 都不針對本案來發言欸 她也沒有說她要告 是她婆婆出來告 那她婆婆請的律師 跟許小卿有沒有關係 她如果 我跟你講喔 許小卿如果跟婆婆不熟 那有沒有 這個律師是不是跟許小卿 也是蠻熟的 大家去查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是認為 就是許小卿真的不要裝傻 雖然我願意犧牲本社 跟這個葉原資睡一起 來實驗 然後中間 三個人那個藝品 真的沒有辦法 但重點來了 我們不應該為了許小卿 她縮東縮西 然後就去 就是跟著她跑 我們應該回到本案 再來如果許小卿 你今天是立法委員 你應該要就於你是一個 被詐騙的家屬 應該要跳出來 趕快去打詐嘛 趕快修正法案 你不要忘了你是民意代表嘛 但你卻一直也都在玩 連連看的遊戲去 把你的事情然後呢 變成是政治鬥爭 然後再去用連連看的方式去攻擊民進黨嘛 對不對 難道我跟王毅川哪天坐在一起 就等於我們兩個在一起了嗎 對不對 他就開始在玩這種遊戲 所以我覺得 許小卿 你不要亂講會被剪成袋子 我願意啊 但重點就是 我願意啊 重點就是我們應該回到本案來探討啦 不要再被許小卿只有污賊戰術給騙了 今天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大家